你的貓還活著在 真好 真好 肺炎疫情爆發後 在武漢租屋的主人 受封城政策影響回不了家 只留下這隻布偶貓 靠著一袋貓糧一桶水 獨自撐過五十幾天 可憐了 來看看 貓你現在有家了 有人餵你了 不要擔心你的主人 馬上就過來了 擔心貓咪無人照顧 主人輾轉找到社區幹部 上門救貓 當貓咪被爆出來的時候 雖然貓糧還有 但一桶水只剩下一點點了 這隻布偶貓 堅強挺過斷糧危機 但在武漢 受封城政策影響 會因為主人遭到隔離 類似的寵物餓死案例不少 先前就曾有大陸的民間組織 無償提供上門為寵物的服務 但當地最新防疫措施出爐後 跨社區餵食也被禁止 目前只能靠各個社區內的 善心人士主動加入毛小孩的救援行列 記者唐一拳不倒